特效领药热销网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80多岁高龄的杨奶奶 常年被风湿骨痛的病症困扰 为此 家人没少求一问药 2022年的一天 杨奶奶的家人在网上发现一家药店 他们出售的乌烧蛇腹蛇胶囊似乎对症 并给杨奶奶买了几盒 当时就觉得可能对那个还有效果吧 它在上面不说也行 对吧 什么红湿类红湿啊 颈椎病啊 肩皱炎啊 关键炎那些吃到应该有好处 杨奶奶本以为是用药时间短 导致疗效不明显 便带着药盒到自家附近的药店买药 但药店的工作人员却发现了异常 它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产品上的什么地道野生药材啊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少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没有这个国药准质 他们这种的话一般是在网上买的 看这个药吹得比较神奇 可以就是说一个药自百病的那种 药店的工作人员根据经验判断 养奶的一家人可能买到了假药 恰好这天 宜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来到这家药店进行日常询检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初步分析 它这个到底的危害性也大不大 如果真的危害性大了之后 我们肯定就要给公安 就是一起点火来生花洗茶 经鉴定这款乌烧蛇腹蛇胶囊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和具有解热阵痛作用的双氯分酸钠 并不含有包装上所标注的珍稀药材 它那个双氯分酸钠 它在添加的时候也没掌握好剂量 加上好多手混合也不均匀 使用不当的话 它容易产生过敏反应 甚至中风那种限量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它那个药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市场监督管理局它是取证的时候发现 那个店铺长期都在送来那种治疗方式普通的药 然后经过那个南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那个药品的认定 就认定为假药 然后再由他们移交给我们 一龙县公安局立即展开调查 民警发现这家网店同时销售多种药品 销售记录显示 除了养奶奶家 一龙县还有许多消费者在这家网店买过药 比如说亲戚之间或者朋友之间 这个药挺便宜的 怎么怎么样也是治老年的病的相关病情的 然后这样相互传播的话就很快 一龙县的一些消费者并没有发现这些药的问题 甚至还有一部分消费者 即使觉得药效不好 也因为先麻烦而没有选择深究 在对这些疑似有问题的药品进行检验后 民警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它是有很多个品种的包装 但是它药的里面都是成分都是一样的 木瓜粉和玉米淀粉里面添加一定的止痛药成分 这家网店涉嫌贩卖假药 而且销售量和销售额都十分惊人 调取它店铺的销售记录就发现有很多是退货的 它能推的它尽量需要退的 因为它这个销售它是销售全国各地的 量是非常大的 虽然说比例比较高 总体比较高 但是还不影响它的销售利润 它的利润也是非常大的 除了这家店铺有给它转账的情况 还有其他销售类似产品的店铺 也同时加拿它转账 再调取其他店铺的相关信息 就发现那个嫌疑人同时经营了很多家销售药品的店 经查 这家网店的老板名叫朱某杰 河南周口沈秋县人 网店的注册地分布在河南省郑州市许昌市及许昌夏甲的宇州市 几个店铺都是陆陆续的关 最终结果大家一起开会研究 这可能就是说是一个人 他用多个马甲这种形式来进行开店销售假药的 嫌疑人那个店铺关闭有两种情况 一是实际上他们有询查机制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对销售药品的店铺进行一个询查 这个店铺如果没有销售药品的相关制 他就会把那个店铺给关闭 第二就是嫌疑人他自己 就是也是一方面是为了逃避那个法律的制裁 然后他一个店铺经营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自己就把它关闭了 从我们调取的相关数据发现 他实际上一种关闭的店铺和正在经营的店铺 加起来有二十几家 还在经营的大概有十余家左右 虽然明确了朱某杰名下关联的网店 但是假药从何而来 他在这个链条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有很多疑问 真费是锁定的 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就是说 到底他是销售还是生产这些都是他在组织搞 那么还有他有没有同伙 这些我们当时还不明了这个情况 发货是从渝州过来的 我们对当地进行检索 就发现渝州有很多的这种制药厂 有可能他有其他的成员在协助他生产一些假药 如果要确认的话 直接我们到现场 对他进行一个跟踪或者摸牌 才能确认他是否真正的在生产假药 2020的5月20多号我到了那个河南去 先要摸摆出他的生活规律 看到里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生产额 或者说人数重不重多 这些同伙多不多 通过对他个人的一些账号 就他购买一些生活用品的地址 进行一个核实过后 就发现他住在一个产业园里面的一个小区 住在哪一栋开始我们还没掌握 经过了几天的盾手 最终就发现了他住在海洞哪一带员 几层几楼几号 他就发现了这个朱某杰 通过一两天多的时候就发现 有一个跟他同住的一个女性 就是他女朋友了 这个人是否是也要把他判断出来 朱某杰的女朋友名叫黄某 两人同吃同住 每次外出也是形影不离 使用传统的正常手段 只要确定你在这里坐了 我就会24小时的盾踪你24小时的盾手 看你经过什么地方 你要到哪里 每天的生活规律是怎么样的 你到了哪里 在那里面待了多久 大概是干些什么事 这些要观察到 我也在当地本地去租了车 租了本地的车 然后每天就说提前到他楼下等着 看到他车走了以后 然后我们每天就跟着他喝两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 民警大致摸清了朱某杰和黄某的活动规律 他每天定时到一个村上 一个农妇家里面 比如说10点钟到一个村上 11点钟到一个村上 下午1点再到一个村上 怎么样 他固定的每天固定的 或者说隔一两天固定的 去了多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女的也跟他一起去 最终到下午的时候 他收了货 然后送到快递点 就这么一个规律 都还是很固定的 没有其他的工作了 比如说去上班 或者做其他什么生意 他没有了 包括他这个女性朋友 也没有去怎么 有什么其他的生意 和其他的班在上 那我们在怀疑他 他的收入从哪里来了 警方推断 经营网店就是朱某杰和黄某 唯一的收入来源 那么 他们每天都要去的农户家 和网店有什么关系 这些农户家 会不会就是质甲窝点 经过长时间的 农手网店 我发现 他跟这几家农户 有一定的这个来往 而且会从这个农户里面 家里面排一些东西出来 当然开始我们是没有发现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荷兰那边 就是所有老百姓的房子 里面它的围墙比较高 它车提到外面以后 它进围墙以后 就是进那个大门围墙以后 我们看不见里面的东西 我们在那边最大的问题 还是一个口音的问题 我们在那边 不管你是去做什么 一说话 对当地来说 那肯定就是外地人 我们确实不能跟当地的老百姓 进行交流 也不能问某某某 那栋房子是谁家的 也不能问某某某住在哪里 都是不可能进行这样交流的 我们只有通过磨牌以后 确认位置以后 自己进行地位 自己想办法了解 就是说院墙内的一些情况 当时我们最大的难度就是在这 能够化妆正常的就是尽量化妆正常 有时候我们也会戴个帽子 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些形象 还有就是尽量减少于当地人的一些沟通 有一次我们跟着它到那个农村 它本来是应该往右手边进入农村的那个小道 那当时它就直接停到那个路口了 我们当时只能紧急地把车靠边停下来 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 它为什么要把车停在那里 是我们被跟踪被发现了 或者是反正中这些都猜想过 当时在珍藏的过程 我们是很迷茫 因为我们要去揣测嫌疑人的每一个行为 它是每一个路上的 跟我们后来的分析一般 它是在打电话或者等人之类的 当时我们就下车 装成附近的老百姓 往其他的工厂里面走了 然后才能够避免被它发现异常吧 除了有规律地出入几个农户家外 朱某杰还经常去一个养猪场 这个养猪场位置隐蔽 而且已经废弃 外面有狗 所以我们不好靠近 靠近的叫声就太大了 但最后是进入一天晚上 上台还在那里 车还停在那里 在等着拉后好像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旁边蹲守着 藏在这个农地里面 然后它出来我们看见它包着有这个药品 包装好的 虽然远处我们看不见 只看见是纸箱 当天这些纸箱被朱某杰转运到宇州市一个门市房中 往那里面它一个人堆放的时候 我们悄悄往那边过路 因为那里是街上 大街上 他不怀疑 他就发现它包的就是这些药品 它有些是打开的 用那个塑料袋夹着的 有些是纸箱的 这种我们就发现 这里是他存放药品的一个仓库 在谨慎的跟踪和缜密的研判后 民警一共发现了三处疑似生产假药的窝点 和一个用于存放成品假药的仓库 于此同时民警还发现 朱某杰网购了大量包装用品 我们不是调查了他的资金吗 他有时候也在网上其他店去买一些这些东西 就发现有这个药品啊 这个胶囊啊这些东西 比如塑料瓶子 本身别人不是卖的就是这个药品的包装的塑料瓶子 他买回来再经过一些贴标签或者怎么样 就在民警侦查期间 朱某杰的假药出货一刻未停 他是要陆陆续续去拿货的 就是说几个生产点啊 他生产好以后装箱以后 他每天是用他那个车 然后要晕到一个快递点 他要讲他的那个发货成本 跟这个快递员商量好 我发得多 尝试在你这里发怎么样 你要给我便宜 就把货丢给这个快递员 放在他那里 当然快递员他不明白 这也是是假药这些东西他肯定不知道 那么就帮他发这样 你就微信给他转钱就行了 各方面都了解清楚 也大致知道了 自己就是说他销售的假药来源的去处 就是说几个生产点 每天就拿进出他的仓库 他的销售点 他的居住点 2022年6月1日 警方决定对朱某杰实施抓捕 一个偶点在这个村 一个偶点在那个村 那么我们就要分散警力了 为了不让他抓他的时候 不让其他生产点暴露 那么我们就决定了在他的家的小区楼下抓他们 当时我们抓捕的当天 他是刚从那个窝点 就是制药的窝点 我回走 期间就到了另一个镇 把他车上的假药封到的快递点 然后再从快递点回他家 在他的女朋友抓捕 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时间 控制他的动作 收取他的手机同意工具 必须把人控制住 那么一会儿下去 给他后面的这个明镜交代一下 他去了生产窝点 表示今天的这个工作 今天是正常的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就从几个生产窝点 去了过后 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他家楼下 把他和女朋友一起抓捕 在他家中也收藏出了很多还未销售的一些样品 还收出好几部手机 还有网上销售的一些网站 看到德陆西西车也带下来发现了 做宅公共的 我做客服 做客服 做客服的 那是什么样 卖保健品 卖保健品 除了保健品 他也承认了这个事 也帮他男朋友在网上做客服 或者一些服务网店上的一些东西 他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他的生产卧链 他就说他只是在网上竞购的药品来卖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这是假药 怎么样的这样一些变解 这是谁的吗 这个是别人给别人要一样的变解 对吧 对 给别人要是你的 是你的吧 是我的 是我的 当然没做 我们在家里面收查到的一些药品 他当然不全 但是其中就有一些包装 这个外包装 没有药品 有外包装 外包装就是我们这边 受爱着购买的药品的那种包装 所以我们更加确定就是他 这个没错 现在在哪里生产的 现在都不干了 你不说吗 就在这 你是不说吗 我说我说 在哪里生产的 前面不远 叫什么名字 小地名 小地名 哪个村 我可以提醒一下 他发现我们都掌握了他的所有的生产 这些销售情况 所以他也对他的这个犯罪行为 这个犯罪事实 那边有几个人嘛 几个人在装啊 对我 那边有几个人嘛 几个人在装啊 对我 你安排他嘛 你说你需要货了 人家去装啊 对吧 原材料是水送过去啊 那边有几个人嘛 几个人在装啊 就一家一个 一家一个人啊 三十个人 小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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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他旅行的一些亲戚啊 怎么样 怎么样 找来当工人 帮他做一下 给别人付工资啊 这样 包括后面 他找的这个生产物点的工作人员 有一些啊 是通过他的关系 他的老家嘛 通过他的老家的一些亲戚 找到这个生产物点的 你在这干什么 就是 找他们就是干掉了 干干啥 装盒子 盒子里面是装什么 药 什么药 都是一些胶囊性药 是吧 就是 他们这边的原材料是谁拿过来的 你拿过来的是吧 这个农夫的房间很多 很多然后打开房门 落后一间房子里面全是药品 另一间房子里面全是那个 胶囊壳 各种颜色的 很多 包括这个纸盒外包装 还有说明书这些 都是备了很多的存放在里面 说明书大概有多少 说明书 就这些啊 这个打开房 这有复材 他不会找那种正规的印刷展 他就是这款药卖得比较好 我就把那个图片下载下来 发给那个桌门 图印那些店 帮他制作 制作相应的那些包装盒 这一打里面没有查过 如果让我看的话 应该是有 多少 500 500吗 有 他这个一个是 他拆开的 这个没有查过 他拉回来就忘了一放 就不多说什么 就说你今天做这个就可以了 在这个第三个生产窄点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就我们都相当震惊了 他里面是个租场 那个生产窄点 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租场是谁的 这个租场是谁的 你的是吧 进去过后 所有的租卷 全是堆着这个药瓶 所有的生产的原材料 都在里面 包括药的成分 这些东西 一些地瓜粉 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都在里面 每一层是不是都是原材料 对 那个佛色带子里面装什么 也是木瓜粉 也都是木瓜粉 对木瓜粉 这个养术厂实际上 是用来制作药丸的 但是不会每天都会制作药丸 因为它一次生产 就可能生产几万枚 有十几万枚 那个东西做得很快 生产好的浇浪丸 在分别运输到 它闺蜜和它地面家里面 去进行一个组装 一带有多少 一万一 一万一 十万一 八万一 八万一 八万一左右 现场查过了 就更多种的药品 大概有22种多 然后带回来过后 扣押回来过后 也要分别的 每一个种的都送去做了专业的 鉴定的 鉴定结果都是确定为假药的 现在我们开始让你对你从荷兰你的仓库里面收出来的这些产品进行辨认 你清楚吗 清楚 这是我们的见证人 这1号到22号我们全部编了号的 这22个产品是什么东西 是药 什么 药 这个药是谁生产的呀 我生产的 你生产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K1开始到22号进行除医的辨认 你清楚吗 对 那么你在生产这些药的时候 加了什么东西进去 加到都是木光粉 淀粉 手量呢 就是双露 双露 你双露全程是什么东西 双露粉酸辣 双露粉酸辣 对 他在里面添加那个酸露粉酸那都是不是每次都添 因为他他没有相关的经验 他是觉得今天那个顾客说那个效果不好我就加一点 就是他也没有固定的量 就是完全就凭自己的心情 凭自己的感觉 实际上所有事案里面都没有相关的医疗或者是药品的知识 怎么样去介绍这些药品的功能呢 周文杰就教我一句话就是 就是治疗各种 就是颈肩腰腿疼 各种疼痛 别的没有了 别的没有了吗 没有了 他是每一种药品是不同的说法还是呢 还是所有的药品都是一样的说法 都是一样的说法 都是治疗颈肩腰腿疼 各种疼痛 也就是说 这1到22号产品就是说这些药 就是他生产的药品 在消失的时候你说的是同样的话 对 是同样的介绍的功能 就是一句话 就是一句话是吧 有没有说其他的功能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你知不知道药品的成分 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如果说客服那些买药的人 要问你的话 你如果有其他的疑问 你怎么去答案 没有 没有问 问了这种就直接下单了 直接下单了 没有 好 好 在这起制售假药案成功侦破后 民警马上开展街头宣传 指导消费者 如何分辨 药品 您平时 您平时买药一般在什么地方买 一般没有太关注 这还不太清楚 也就是会看一下日期 有没有过期 那您知道就是如果说要分辨 真要假药的话 有什么途径 途径的话 只能是看后来的说明和一些别的 那一个人为马扫一下 看看那个平均 那您知道什么是OTC吗 OTC 这属于认证吗 肯定是国家认证的什么 那一个标准吧 其实这个OTC 是在保证用药安全的情况下 不需要医生开些处方 即可以使用的药 如果您使用的是不带OTC标志的药物 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 以保证咱们的用药安全 药品安全 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 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药品犯罪的同时 群众也应增强药品安全意识 掌握基本的药品安全知识 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